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得如其來的中共病毒疫情,導致今年好多人大部分時間都處於被封鎖的狀態。 對2020年講再見,將是好多人的重要日程安排。 不過在雪梨,由於疫情在12月突然爆發,好多計劃都被取消。 不過,幸好雪梨標誌性的新年煙花表演照常舉行,不過縮短了時間。 政府認為,讓大範圍的人聚集一起灌汗煙花的話,健康風險太大。 因此建議民眾在家透過電視灌汗煙花。 政府還將雪梨港周邊海旁一帶地區或綠色地區, 禁止觀眾進入灌汗煙花表演。 只有在這個地區居住的居民和已經在附近的餐廳訂了座位的人士才可以進入。 在12月中旬,澳洲雪梨北海岸地區突然爆發疫情。 隨後蔓延至多個地區。 在30日,紐省就記錄了18例新增的本地傳播病例。 Cordon地區也出現了群聚性的傳播病例。 隨後,紐省開始了實施更嚴格的限制措施。 說來,烏龍港、中央海岸和南山地區的居民 都要專搜最新的疫情限制措施。 每個家庭只能接待最多5位客人。 戶外聚集的活動也只能允許最多30人參加。 多謝您收睇時局新聞,再會。